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工作机制比eHRP和RIP都要复杂一些 都要难理解一些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先将RIP和eHRP去把它学好了 去把它真正的去学懂了之后 那么再来去进行OSPF的学习 因为OSPF可能会把你搞得很晕 可能会把你搞得很晕 那么OSPF叫做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 这是它的一个全称 叫做Open Shortlist Pass First 那么首先第一个Open Open的意思就代表着OSPF是一个公有协议 是一个公共标准的协议 而不是某个厂商私有的 我们之前在讲EHRP的时候 有讲过EHRP是Cisco厂商私有的 所以说只有四科的设备才能够去支持 而OSPF是一个公有的标准 是一个公有协议和RIP一样 那么基本上设备厂商都可以去支持 都可以去测试 所以说第一个它是一个开放的协议 那么SPF的意思是 它底层的算法用的是最短路径优先算法 用的是SPF算法 那么OSPF同样是一个高级的企业级的路由选择协议 是一个高级的企业级的路由选择协议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重量级别和EHRP是相当的 那么他们两个都要大于RIP 都要大于RIP 从功能上 从性能上 从稳定性上 从支持的网络大小上都要高于RIP 那么EHRP可以约等于OSPF 它两个的地位是相当的 是相当的 那么甚至在网上有很多人在争论 有些人是EHRP一派的 有些人是OSPF一派的 在争论 这个我说EHRP好 你说OSPF好 其实各有千秋 那么这个争论的话 在网上大家能够搜得到 这个讨论 我刚才说争论 讨论在网上能够搜到 希望大家也去看一下 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深入理解这两个协议 其实不是为了争出来一个高低 因为在争论过程中的话 大家都会去摆出来各自的优点 对方也去 也会摆出来你的缺点 所以这样子的话 对于大家去理解这个协议 可能会更加的深入一点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要说明的一点 就是第一个OSPF是一个开放的标准协议 第二个它是企业级的 是一个高级的路由选择协议 OK 那么OSPF是我们所要学习到 接触到的第一个距离矢量型路由选择 第一个链路状态型路由选择协议 我们之前所说的RIP和EIGRP它都是距离矢量型的 都是距离矢量型的 我们说按照算法分类的话 路由选择协议可以分为距离矢量型和链路状态型两种 那么OSPF就是我们学习到的第一种链路状态型路由选择协议 那么它和距离矢量型的路由选择协议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面NP课程还要接触到一个ISS协议 它也是链路状态型的 也是链路状态型的 那么如果说OSPF我们学得很好的话 ISS到时候就会很顺了 那么距离矢量型和链路状态型协议 它的区别在哪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距离矢量型协议 它实际上是一个基于谣言的协议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不同的路由器之间相互直接交换的是路由信息 我怎么样到达目标网络 全部都靠我的邻居怎么样告诉我 他告诉我怎么样去走 我就怎么样去走 我就怎么样去走 所以说所有的路由协议的路由的学习是靠别人去判断的 是靠别人去判断的 而且每个路由器上面不一定有保存全网的信息 不一定有保存全网的信息 他可能保存的是部分的 不一定是全网的 而对于链路状态型来讲 它和距离矢量型的区别在于 它的路由选择是每个路由器独立决策的 注意 第一个 它的每个路由的选择都是每个路由器独立去进行决策的 而不是靠别人告诉我怎么走 怎么样独立决策呢 比如说什么时候你可能不会去问路 当你手里面有一张地图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会去问路了 你手里面没有地图 那你没办法 你只能问大爷这个到什么什么地方怎么走 那么在这里的话 OSPF为了做到链路状态型路由选择协议 为了做到独立决策 那么每一个路由器都会维护一个全网的网络信息 注意是网络信息 全网的网络信息 这个网络信息是通过不同的路由器相互交换链路状态信息而获取到的 所以说链路状态型路由选择协议和距离矢量型路由选择协议 它的区别在于距离矢量型路由选择协议 不同的路由器之间相互交换的是路由信息 是road 而链路状态型路由选择协议 不同的路由器之间相互交换的是link state 链路状态信息 什么叫做链路状态信息呢 链路状态信息就是用来描绘我这个网络拓博的信息 就是用来描绘我这个网络拓博的信息 就好像地图 我地图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是由坐标 长度 路径这些东西去组成的 所以说链路状态信息就是用来去描绘我整个网络拓博结构的 不同的路由器之间相互交换链路状态信息 最终通过交换完成之后 每个路由器都会有一个全网的完整的链路状态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就相当于我已经有一个全网的拓博图了 那么我就会 我就可以去做到独立的决策 独立的决策 所以说OSPF只要保证 或者说链路状态型的路由型的协议 只要保证每个路由器拥有全网的拓博结构信息 并且所有的路由器的信息是一致的 只要它的信息是一致的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做到 即使每个路由器是独立决策 大家所做出来的决策也是一致的 那也是一致的 所以说这是距离使用型和链路状态型的区别 链路状态型不同的路由器之间相互交换的是链路状态信息 并且通过链路状态信息 去维护一个全网的拓博信息结构 所有的路由器之间要求链路状态信息 必须是同步的一致的 那么链路状态信息 在我们的整个这个路由器之间 是通过OSPF 是通过一个叫做LSA的数据包 来去一个数据结构去进行描述 LSA在斯科的路由器上总共有七种 其实总共有十几种 总共有十几种 那么在斯科的路由器上 我支持的是七种 通过这七种不同的LSA来描绘我整个网络的结构 具体的LSA信息 我们会在NP课程里面去讲 大家在这里先知道 我的LSA 我的这个网络信息 链路状态信息 就是通过LSA来去表述的 LSA叫做链路状态通告 Link State Advertisment OK 所以说OSPF 或者说链路状态行路由行的协议 它的一个工作过程就是 路由器之间相互交换链路状态信息 然后去构成一个叫做LSDB的东西 或者叫拓普数据库 或者叫拓普数据库 或者叫链路状态数据库 这个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全网的一个拓普图 一个地图 那么之后我会基于这个地图运行SPF算法 构建全网的拓普结构数 或者叫SPF Tree 之后从这个结构当中选择出来 到达每一个网络的最优路径 放在路由表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链路状态行路由选择协议的 一个工作原理 一个大概的一个工作过程 并且对于OSPF来讲 它也是触发更新的 也是部分的有界的增量更新 也是一个触发更新 在第一次更新完成之后 只有在拓普发生变化的时候 才会发送更新 这个和ESRP是一样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OSPF的一个大概工作过程 那么同样OSPF会维护三张表 第一张表邻居表 第二张表托普表 第三张表路由表 大家会发现和ESRP是一样的 那么其实不太一样 邻居表和路由表是一样的 邻居表 同样OSPF要去相互同步练路状态信息 它是要满足一些条件的 也就是说要相互先建立临接关系 同样邻居表就是用来保存我所有的临接的 所有的邻居的 那么建立好临接关系里以后 我就应该相互去同步LSDB的 我的链路状态数据库 那么我们的拓普表 就是用来保存链路状态信息的 也就是说拓普表 就是我们的链路状态数据库 里面会保存我们网络的完整的链路状态信息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网络的一个地图 网络的一个地图 最后基于拓普表运行什么呢 运行我们的SPF算法 运行SPF算法 构建选择最优路径 构建路由表 构建路由表 那么这个就是OSPF 它整个所需要维护的三张表 那么其中邻居表是 邻居表和拓普表是OSPF特有的 路由表是路由器全局的 是路由器全局的 OK 那么所以说 对于链路状态型路由选择协议的一个总结 就是相比距离矢量型的话 链路状态型 它保存的是全网的拓普信息 更加的精确 更加的详细 所以说一般来讲 链路状态型路由选择协议 比距离矢量型路由选择协议的决策 会更加精确一点 因为我拿到的数据会比较多 数据比你多 OK 那么因为不同的路由器之间 我要保证我的链路状态信息是一致的 所以说在相互同步数据之前 我肯定要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 要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 那么就必须要建立临界关系 这个和eHRP是一样的 那么同样 OSPF建立临界关系 也是通过周期性的发送 一个叫做哈喽的数据包 周期性的发送 一个叫做哈喽的数据包 来去实现 这个和eHRP里面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么哈喽数据包的话 发送周期有两个 有两个 一个是10秒 一个是30秒 对于局域网线路来讲是10秒 对于NBMA网络来讲是30秒 OK 那么只有在建立了临界关系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相互交换 链路状态信息 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 这个时间 你的这一些条件 没有办法满足的话 那么也是不能去建立临界关系 也是不能去建立临界关系的 那么同样不能建立临界关系 就没有办法去相互同步 链路状态数据库 那么所以说这个临界关系 是先决条件 是我们一切东西的先决条件 OK 那么注意两个哈喽时间 两个哈喽时间 好 那么 OSPF再去处理我们 链路状态数据库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进行两次SPF运算 当我们的链路状态数据库 同步完成之后 我首先会进行第一次运算 构建全网的TOP图 这里面的每一个节点 实际上就是一台路由器 就是一台路由器 不同路由器之间 可能有多个连接 但是你会发现 这里面实际上是有环路的 实际上是有环路的 而我们的路由选择 必须要做到loop free的 必须要做到loop free的 也就是说无环的 必须是无环的 所以说之后会运行 第二次SPF算法 将中间的环路和次优路径 要删除掉 然后要删除掉 最后把这些最优路由 放在我们的routing table里面 然后放在我们的路由边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 它整个的一个工作过程 那么OSPF 它的算法需要的话 我必须要有一个 唯一的标识 来标识网络中的一台路由器 那么这个标识是 叫做router ID OSPF的算法需要 它需要一个叫做router ID的东西 来唯一标识这台路由器 唯一标识一台路由器 OK 因为我的LSDB里面 保存的是全网的 这个top信息 所以说我必须要标识 每一台路由器 唯一的标识 每一台路由器 那么这个东西是通过router ID router ID实际上 就是我这台路由器上的 某一个IP地址 因为router ID是必须要 全局唯一的 是必须要全局唯一的 所以说使用IP地址 就可以保证 它的全局唯一型 也就是说router ID是32位 通常也是用点分实际制 就表示 IP地址必然是全局唯一的 必然全局唯一的 那么它的选举原则是这样的 它是自动选举出来的 自动选举出来的 选举原则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 如果有手工指定的话 则使用手工指定的router ID 如果没有手工指定 则使用还回接口当中 IP地址最高的一个 作为router ID 如果没有还回接口 则使用物理接口中 IP地址最高的一个 作为router ID 这里 IP地址最高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我 1.1.1.1和 10.1.1.1 那么10.1.1.1 就是最高的 如果再有个 192.168.1.1的话 那么192.168.1.1 就是最高的 实际上就是最大的 实际上就是最大的 它的顺序是 有手工指定 则优先使用手工指定的 没有手工指定 则优先使用还回接口的 就是我们的软件接口 lookback接口 一般 敲l0 lo1 这些都是还回接口 如果没有还回接口 则使用物理接口 我实际通信的接口 中的IP地址最高的一个 作为router ID 那么作为router ID的接口 失效了以后 router ID是不变的 比如说你本来用 还回领口的IP地址 作为router ID 结果你现在把 还回领口删掉了 这个router ID是不变的 它是不能变的 那么为什么要优先 优先选举手工指定的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 我手工指定的 对不对 那么优先选举 还回接口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些书上告诉你 优先选择 还回接口的原因 是因为它稳定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即使你的接口 失效了以后 它也不会变 使用还回接口 优先的原因是因为 还回接口并不是 真正用来通信的接口 所以它的IP地址 可以随意指定 或者至少说指定起来 它的限制不是太多 物理接口是实际的通信接口 这个IP地址 可能就是人家分配给你的 分多少就是多少 而还回接口 不是用来作为通信使用的 所以说它的ID 可以随便指定 至少自由度比较高一点 比如说 我就可以更加方便 更加明确的去标示了 比如说我使用物理接口 物理接口 可能我的IP地址是 213.1.45.3 我也不知道它代表RG 它代表哪台路由器 但是我用还回接口的话 比如说我R1 我就可以把还回接口 IP地址设成1.1.1.1 我一看到 我就知道这是R1 2的话我就可以设成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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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一看我就知道 这是R2 所以说用还回接口 优先选择还回接口的原因 是因为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 那么在这里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的路由器上面 目前一个IP都没有 那么OSPF的进程是没有办法启动的 是没有办法启动的 至少有一个IP地址 因为它没有ROTE ID 没有ROTE ID SPF算法就没有办法进行运算 所以说没有IP的情况下 OSPF起不起来 起不起来的 OK 那么这个是ROTE ID 用来在我的数据库当中 唯一的标识一台路由器 OK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 OSPF的这个链路状态信息 是保存在LSA 这个数据结构当中 LSA四科默认是有七种 六种啊 错了错了错了 六种是一二三四五七 这为啥刚才说七呢 是有六种 六种 那么其实总共LSA是有十几种的 但是OS 四科只支持其中的六种 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五类七类 其他的基本上都不用了 基本上都不用了 这个具体的这几类 每一类是干什么的 我们会在NP课程里面讲 这里大家先简单做一个了解 我们只需要知道 LSDB就是由LSA构成的就可以了 不同类型的LSA 描绘不同的网络信息 那么这里有一点了 我怎么样去判断一个LSA的新旧 怎么样去唯一的标识一个LSA 怎么样去唯一的标识一个LSA 比如说同样一个LSA 我两个路由器当中 A也有 B也有 那有可能有一个是新的 有一个是旧的 我怎么样去标识呢 每一个LSA 大家肯定都有 因为每个人的 每个路由器的LSDB是同步的 那么怎么样标识出来 哪个人是新的 哪个人是旧的 我该跟谁去同步呢 这里每个LSA都有一个训练号 训练号的范围是 0X80001到0X7FFF 为啥你会发现 怎么最大值比最小 最小值还要小呢 它是一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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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实际上手尾是相连的 实际上这个训练号的模型 是棒棒糖形 具体算法大家就不用管了 很复杂 我也我也不想去说这个东西 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意义 那么如果你想去深入了解的话 你去看文档 是它叫做棒棒糖形 所以说它是一个环 这大家知道就行了 这个范围其实也不一定 非得了起 每一个LSA都有一个最大年龄 它为了保证LSA始终是最新的 所以说设置了一个最大年龄 每一个LSA的最长存活时间 是一个小时 是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小时之内 这个LSA都没有更新过的话 我就认为它太陈旧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对于一个稳定的网络来讲 不要说一个小时了 一年看可能都不会变 网络不变 你这个LSA就不可能更新 所以说在这里头的话 为了防止LSA的老化 OSPF每30分钟会泛红一次LSA 这实际上是当时的一个设计缺陷 就是实际上每30分钟泛红一次 每30分钟泛红一次 对网络的压力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但是因为当时设计成这样子了 所以说没办法 因为每个LSA都有一个最大年龄 是一个小时 到了一个小时没有更新 那么这个LSA就要被老化掉 但是对于稳定的网络来讲 它不可能一个小时就更新一次的 甚至成年都不会更新 所以说为了保证LSA不被老化掉 每30分钟会更新一次 会泛红一次 会泛红一次 OK 好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种 防止这种泛红造成网络流量 过大的机制 这个的话我们在NN里面先不讨论 先不讨论NP里面会有 OK 那么所以说当我的一个路由器收到了一个 LSA里以后 那么我会首先判断这个LSA是否在我的网络 是否在我的数据库当中 比如说这个LSA是描述10.1.1.0-24这个网络的 我要看我的数据库里面有没有 没有的话我就直接加到我的数据库里面 如果有的话我会去比较数据库是否一样 一样就表示我们两个是一样的LC我就会把它忽略掉 不一样的话我就会去看他的训练号是不是比我的高 如果高的话那么就加入到我的数据库里面 如果不高的话就我比他的高 那么就表示什么呢 他的比我的老 那我就会把我的新的发给这个源 谁给我发的我会 你的太老了我把我的新的给你 我把我的新的给你 所以说这是LSA的整个一个处理过程 简单的处理过程 实际的处理过程比这个要复杂一些 判定条件还要多一些 这个我们都会在后面的NP课程里面去讲 这里的话大家先简单做了解 简单做了解 OK 所以说你会发现 对于链路状态行路由器的协议的话 它的缺点还是存在的 这里简单总结了一下 缺点都有哪些呢 总结了这四个 第一个我要占用大量的内存 因为我要维护全网的拓补信息了 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它要比维护路由信息 全网的路由信息还要大得多 所以说如果网络够大的话 它会占用很大量的内存 第二个因为我数据量很大 所以每次计算的时候 我的CPU消化量就大 而且计算的时间会长 那么当出现细节网络拓补变动的时候 我全网都要重新收敛 比如说我有一万个网络 一万个网络 那么因为说我要维护全网的链路状态信息 每个路由器 我有一百台路由器 每个路由器都要一致 其中有任何一个网络出现变动了 这一百个路由器的拓补信息 都要受到影响 所以说这就是链路状态行路由器的协议 存在的问题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OSPF使用了一个分层的架构设计 什么意思呢 使用了一个双层的网络结构 定义了不同的区域 也就是说 我本身我要去维护全网的链路状态信息 但是我现在定义了一个区域 我将网络进行了区域的划分 将网络进行了区域的划分 把它分成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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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单独的区域进行处理 就好像这个片景 你只负责这一片 你负责这一片 你负责这一片 而不是说一个人 我所有的地方都要知道 那么在这里的话 他定义了两种类型的区域 传输区域 或者叫做骨干区域 或者叫做骨干区域 以及普通区域 以及普通区域 或者叫做非骨干区域 每一个区域 由一个区域的编号去标识 区域的编号是32位 标准来讲应该用点分实进制 比如说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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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去标识 但是这样子比较麻烦 而且区域通常没有这么多 所以通常就简写为一个实进制数字 一个实进制数字 所以说0就代表0.0.0.0 区域1就代表0.0.0.1 这里大家是要注意的 通常大家都写为Area0 Area1 Area2 但是实际上它是32位表示的 是32位长的 OK 分为普通区域和骨干区域 和骨干区域 并且规定 一个网络可以没有普通区域 但是必须且只能有一个骨干区域 即区域0 区域0永远就代表骨干区域 骨干区域永远就是区域0 注意一个网络当中可以没有普通区域 但是必须有且只能有一个骨干区域 那么骨干区域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在这里 所有普通的区域 比如说区域1 区域2 区域3 这都是普通区域 普通区域内的路由器 只维护本区域的链路状态信息 只维护本区域的详细的链路状态信息 但是区域0要维护全网的链路状态信息 不同区域之间的通信要先发给区域0 然后再由区域0进行转发 也就是说区域0就好像一个核心枢纽一样 它会维护全网的信息 而对于普通区域来讲 我普通区域内部的路由器只维护我这个区域的详细信息 只维护我这个区域的详细信息 其他区域的信息的话 我只维护一个大概 只维护一个大概的 那么不同区域之间相互通信 我主要是靠区域0来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转发 一个核心的转发 那么区域的这个定位是基于接口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某一个区域 某一个路由器完整的放在一个区域里面 只能把这个路由器的某一个接口 完整的放在一个区域里面 那什么意思呢 当然了 比如说你说F这不是在区域里面吗 是因为它所有的接口都在区域里面 但是我们允许一个路由器 某个接口在区域1 某个接口在区域0 比如说C 我这个接口就在区域1里面 这个接口就在区域0里面 所以说所有的状态都是基于接口的 不光是区域 我们后面所讲到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状态 在这里你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 OSPF所有的状态都是基于接口的 所以我们在划分区域边界的时候 注意 对于这种CDE来讲 你边界只能划分在路由器的中间 你不能说我把它完整划分进来 因为它还有接口在别的区域 还有接口在别的区域 所以说划分了区域以后 OSPF就可以 第一个最小化路由条目数量 本地化透骨变动 我有细节网络透骨变动 我的泛红只存在于我这个区域内 我30秒泛红只存 30分钟的泛红只存在这个区域内 所以说LSC的泛红是现在区域内的 但是我就需要一个分层的网络设计了 划分了区域可以避免掉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缺点 但是就要求这个区域必须要有一个设计原则了 我们在设计网络的时候就必须要满足它的设计原则 什么设计原则呢 第一个网络中有且只有 有且只有一个区域零 可以没有其他的普通区域 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区域零 小网络的话就只是一个区域零就够了 普通区域通过区域零互间 普通区域之间不能有邻居关系 我不能说F和J之间 我再来一根线 它是见不起来邻居关系的 这是强制限制的 不能有邻居关系 不能有邻居关系 你必须统一通过区域零 为什么呢 因为OSPF区域之间是不维护详细的 联络单的信息的 我们刚才讲了 不同区域之间是不维护详细的信息的 而是通过ABR通告路由 ABR就是边界路由器 Area Border Rotor 像C D E 都是ABR 而是通过ABR通告路由 也就是说 你会发现它就类似距离矢量型了 类似距离矢量型的工作方式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不同区域之间 再搭建联络的话 你会发现成为什么了 就成为环路了 所以说在这里 它强制限制不同区域之间 是不能够建立连接关系的 是不能够建立连接关系的 OK 第三个 ABR就是CDE 负责向骨干区域和其他区域通告路由信息 但是最好进行汇总 最好把我所在区域的路由进行汇总再通告 否则的话 我这个区域的细节路由发生变化 其他区域还是会受影响 所以说 这里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优点 都必须要首先满足这些设计原则才行 第一个 我的区域内的这个网络必须是连续的 并且是可汇总的 而且ABR我的边界路由器 在向其他区域通告的时候 最好进行汇总 否则的话 我有一半的优点可能就没有了 那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说你会发现 OSPF比那些东西复杂的多 讲ESGRP也没有这么复杂 讲RIP也没有这么复杂 结果讲了OSPF这一大堆原则 一大堆这个条件 所以说放在后面给大家讲 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ESGRP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设计原则上 设计很灵活 OSPF就不行了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名词 我们通常把完全属于Area0的路由器 叫做骨干路由器 那叫做骨干路由器 把处于边界上的 像CDE叫做区域边界路由器 AreaBorderRotor AreaBorderRotor 把处在某个普通区域内的路由器 叫做普通路由器 当然还有可能 这个路由器连接了 其他的一个路由域 比如说我连接了一个RIP 这个时候的话 他们之间如果有路由信息的交换 这台路由器叫做ASBR 叫做自制系统边界路由器 大家先记住这个名字就行了 那么在这里 通常骨干路由器都使用高配置的路由器 都使用高性能高配置的路由器 因为我要维护的数据库的量要大 而普通区域的路由器就使用普通路由器就可以了 就使用普通路由器就可以了 OK 但是这里要注意 实际上区域边界路由器 它要维护的信息量 比骨干路由器还要大 因为我连接了两个区域 所以我就需要去维护两个链路状态数据库 一个是骨干区域的 一个是自己所在的普通区域的 所以实际上区域边界路由器的压力是最大的 是最大的 OK 那么一般来讲 区域的设计都是基于部门 或者基于地理范围的 比如说我可以把总公司的设备作为 area 0 把分公司1 分公司的设备作为area 而作为普通区域 比如说分公司1 分公司2 分公司3 这是一种设计方式 或者说我按照地理区域来进行隔离 比如说我骨干区域是北京 比如说我骨干区域是我的省会城市 比如说西安 然后我的这个汉中作为一个区域 我的宝基作为一个区域 然后我的榆林作为一个区域 作为一个区域 这也是一种设计方式 这也是一种设计方式 所以说设计方式很灵活 要么根据部门 要么根据地理位置 要么根据地理位置 OK 那么这个是OSPF的区域划分 通过区域来解决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问题 那么OSPF的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只能了解一下就行了 每个路由器要运行 它实际上用的算法 是叫做DJ克斯塔拉的SPF算法 这个如果大家是学计算机专业的话 学算法应该会接触到这个算法 DJ克斯塔拉的算法 最短路径优先 在很多地方都会用的 在很多地方都会用的 比如说我们路径选择 比如说这种地理导航系统 可能都会用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每个路由器拥有全部电动中的信息 然后将自己作为根 构建SPF数 就是全网的透普图 然后根据SPF算法 选择最优路径删除环路 并且将最优路径放进路由表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这也就不再多说了 OK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另外一个缺点 另外一个特殊情况 在多路访问网络当中 OSPF的一个工作特点 又有缺点了 又有缺点了 那么所谓的多路访问网络 我们叫做MultiAccess 什么叫做多路访问网络呢 就是通过路由器的一个接口 不经过三层设备转发 可以直接到达多个其他设备的网络 叫做多路访问网络 一般我们的局域网 以太网都是多路访问网络 像真中级网络 这都是多路访问网络 都是多路访问网络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以太网 我从一个接口出来 直接可以到达多个其他设备 只需要经过二层设备转发 以后我们说的真中级网络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判定一个网络 是不是MA网络 只需要看通过设备的一个接口 不经过三层设备 是不是可以到达多个其他设备 比如说我们的点对点网络 我们的串型网络 串型网络 S1-1 S1-0 对S1-0 这个的话 我不可能中间再加一个串口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这种网络 我们叫做点对点网络 它就不属于MA 我从设备的一个接口出来 只能到另外一个设备 只能到另外一个设备 OK 那么多路访问网络 又分为两种BMA和NBMA 这里就是是否支持广播 支持广播的叫做BMA 就是Broadcast Multi-Excess NBMA就是不支持广播的 Non-Broadcast Multi-Excess 我们一般的以太网 都是BMA 我们后面要讲到的真中级网络 是NBMA 是NBMA 这里大家先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但是在MA网络中 OSPF会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从一个接口出来 可以访问多个其他设备 也就是说 MA网络当中的每一个路由器 发出来的Hello数据包 其他的路由器都能收到 那这里就会有问题了 我就会建立非常复杂的 临界关系 就会建立非常复杂的 临界关系 我有多少台路由器 我相互之间都会相互交错的 去建立临界关系 因为我一个路由器 发出来的Hello数据包 其他的都能收到 那我都要去建立临界关系 那么这里有一个公式 如果我网络当中 有N台路由器的话 我就会建立 二分之N乘以N减一 这么多个临界关系 就会导致我网络当中的 流量很大 而且临界关系很复杂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情况 就在多路防波网络中 OSPF引入了一个 指定路由器的概念 叫做Designed Rota 规定 所有的非指定路由器 就是非DR路由器 只和DR建立临界关系 只和它建立临界关系 由它作为总控的 你有什么更新了 你发给DR 由DR统一发给其他路由器 但是 OSPF又把DR设计成非抢占的 什么意思呢 DR选举出来了以后 就不能再变了 如果说这个DR出现故障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单点故障点 DR出现问题了 这台路由器死机了 我全部网络就没有办法同步了 又是一个设计缺陷 所以说 在DR的同时 还会选举出来一个BDR 叫做备份指定路由器 Bikeup Design器的Rota 那么 所有的普通路由器 只与DR和非DR 和BDR建立临界关系 只与它俩建立临界关系 DR和BDR之间也会建立临界关系 那么正常情况下 由DR负责数据的同步 负责LSA的同步 如果DR出现故障了以后 BDR就能检测到了 因为我跟DR连接关系 档掉了 那么BDR会切换为DR 然后为网络提供服务 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备份 出现了一个备份 那么 所以说 在MA网络当中的话 OSPF引入了DR和BDR的概念 来保证我们的 这个网络的同步 减少这个建立临界关系数量 以及发送的LSA的流量 我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因为比较麻烦 那么在网络当中 会选举出来一个DR和BDR 所有的路由器 只与DR和BDR建立临界关系 DR和BDR之间 也会建立临界关系 正常情况下的话 所有的列路状态信息的同步 是由DR统一控制的 如果DR出现问题的话 BDR会通过临界关系 检测到 因为我的临界关系 肯定跟DR临界关系就当掉了 那么它会去变为DR 再去负责 我们其他路由器之间的 数据的同步 OK 好 这个就是在多路 法国网络中DR和BDR的概念 那么DR和BDR是怎么样选出来的呢 那么通过两个方式 第一个 首先我们要确定的一点就是 DR和BDR也是基于接口的状态 也是基于接口的状态 那么它是怎么样选出来的呢 首先通过接口的优先级 每个接口都有一个优先级 优先级越高 那么它就会优先成为DR 次优的成为BDR 如果优先级一样 则使用Rotid进行比较 Rotid高的成为DR 默认请问下大家 优先级都是一样 那就进行Rotid了 Rotid肯定是唯一的 那么Rotid越高的就成为DR 次高的就成为BDR 注意一个MA网络中 必须要有DR 但是不一定有BDR 不一定有BDR OK 如果说你将一个接口的 预先级设置为0 那么这个接口就不参与选举 就不参与选举 我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OK 好 那么在这里的话 要注意啊 DR的选举 先看接口优先级 优先级越高的就优先成为DR 如果优先级一样 则使用Rotid 并且DR的选举是非常强的 我一旦选出来了以后 一旦选出来以后 以后再加入一个比我优先级高的 它不会成为DR 它是非抢占的 而且DR的状态是 DR的这个概念是基于接口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的网络中 我的一个路由器可以在一个接口上是DR 可以在另一个接口上是BDR 可以在其他的接口上是非DR 我们叫做DR子 就是既不是DR也不是BDR 这都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状态是基于接口的 而不是基于路由器的 OK 那么OSPF发送数据 它也是使用组拨和单拨 那么正常OSPF的组拨地址有两个 它不像其他的 只有一个 它的组拨地址是224.0.0.5和224.0.0.6 其中224.0.0.5是所有的OSPF都会去监听的一个地址 而224.0.0.6是只有DR才会去监听的 为什么呢 我怎么样去控制 比如说 我A这台路由器检测到一个网络拨物变动了 我这边是一个MA网络 我肯定要先把数据发给DR 我怎么样确定只有DR收到呢 就是我会向224.0.0.6这个IP地址 这个组拨地址发送 因为只有DR才会去监听这个地址 所以说只有DR接收 DR接收到了以后再统一发送给其他的路由器 那么通过什么地址呢 224.0.0.5 这是所有的设备都会去监听的 所以说224.0.0.5又叫做OSPF router 它代表的是所有OSPF的路由器 而224.0.0.6 它叫做ODR router 只有DR才会去监听 只有DR才会去监听 OK 好 那么这里DR和BDR的概念我们就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OSPF的数据包 OSPF和EIGRP一样 也是直接使用IP协议 作为它的底层传输协议 协议号是89 还记得没有 EIGRP是88 EIGRP是88 那么既然也是直接使用IP协议的 并且是非周期性的更新 所以说OSPF同样有一个确认数据包 它也是需要可靠传输的 那么OSPF的数据包总共有五种 一是Hello数据包 二是DBD Database Description 数据库描述数据包 三是链路状态请求 四是链路状态更新 五是链路状态确认 其中二 三 四是需要可靠传输的 Hello数据包 不需要可靠传输的原因 是因为它是周期性更新的 更新周期分别是10秒或者30秒 或者30秒 那么也就是说 二 三 四 这四 三种数据包 发出去了以后 就必须要给我一个确认 你不给我确认 我就要重传输 那就需要重传输 原因是因为 我底层直接使用的是IP协议 IP协议不保证传输的可靠性 不保证传输的可靠性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一个Hello数据包 Hello数据包 Hello数据包的功能 是用来维护 发现和维护临接关系 Hello数据包里面都有哪些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东西还比较多 第一个Rota ID 我这个用来唯一标识 我这个发送的路由器的 第二个Hello和死亡的时间间隔 Hello的时间间隔默认是10秒 死亡时间间隔默认 永远是Hello的4倍 也就是说是乘以4等于40秒 或者说是30乘以4等于120秒 因为在NBMA网络当中 Hello时间是30秒 30秒 他们永远是4倍的关系 永远是4倍的关系 接下来 Neighbors 在这个里面会记录 所有我已经知道的邻居 我只要收到了你的Hello数据包 我肯定知道你的存在了 我会在这里头记录 第四个 我这个接口所处的区域的区域ID 这个接口所处的区域的区域ID 第五个 这个接口的优先级 用来选取DR和BDR的 第六个和第七个是DR的IP地址和BDR的IP地址 这个只存在于MA网络中 如果是点对点网络的话 这两个就是空的 接下来认证的密码 如果启用了认证的话 这里会有认证的密码 最后一个末节区域标识 这个大家先不用管它 我们在NP里头才会去讲到末节区域 这个是Hello数据包所包含的内容 其中打新号的 是建立临界关系必须要匹配的 所以说总共是四个 Hello和死亡时间间隔 第二个是区域ID 第三个是认证密码 第四个是末节区域标识 如果要建立临界关系 这四个东西必须要一样 Hello和死亡时间间隔必须要一致 这里你就会发现了 我们在ESRP里面 它是不管这个时间是不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说过 要求全网必须要一致 否则可能会出现问题 而OSPF里面是强制检测的 两边的Hello时间和死亡时间必须要一致 第二个区域ID必须要一样 这个我们刚才讲了 不同区域的路由器 它是没法建立临界关系的 所以说区域ID必须要一样 第三个如果要启用了认证的话 认证也必须要通过 第四个末节区域标识 必须要一致 这个我们在MP课里面会讲 OK 这个是Hello数据包 以及Hello数据包里面的内容 通过Hello数据包 来发现建立和维护 临界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ERGRP建立临界关系 所经过的一个过程 ERGRP OSPF OSPF建立临界关系 所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OSPF两个路由器之间的临界关系 总共有七个状态 很复杂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状态 必须完整的经过这七个状态 才能够建立临界关系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状态是当状态 什么是当状态呢 两个路由器 还都没有收到对方的 Hello数据包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还都不知道对方的时候 是当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假设说 先发送了一个Hello数据包 这个是IMROTID 172.16.5.1 and IC1.1 意思就是我首先声明 我是172.16.5.1 这是我的ROTID IC1.1的意思就是 我现在还不知道 谁是我的邻居呢 也就是说 Hello数据包里面 Neighbor字段是空的 这个时候是initiate状态 也就是说 B收到了这个A了以后 B已经知道A了 A还不知道B 这个时候就是 只有一方知道对方的时候 叫做initiate状态 OK了 B这个时候就会把A 加到他的这个邻居列表里面 并且向外发送一个Hello 我是172.16.5.2 and IC172.16.5.1 也就是说 在Hello数据包的Neighbor字段里面 已经有了A的ROTID了 A收到了以后 我知道 有一个172.16.5.2 是我的迟连邻居 并且 在你给我发的Hello数据包里面 有我的ROTID 就代表你收到了我的Hello了 这个时候 双方都知道对方的时候 叫做突卫状态 叫做突卫状态 OK 那么突卫状态底下 要实现的一个最主要的过程 就是我们会发现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DR DR和BDR的选举 是在突卫状态下进行的 是在突卫状态下进行的 并且为了保证公平性 这个选举 会持续 这个 和死亡时间大小 死亡时间大小 一样的一个 我们叫做wait time 默认我们的死亡时间是40秒 wait time就是40秒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路由器启动顺序 可能有不一样 而我们的DR和BDR的选举 又是非抢战的 我们能说 我第一个起来了 我不管是谁 我肯定就是DR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会等待40秒的时间 尽量让大家的协议都提起来 路由器都启动好了 然后看谁的rotite ID最高 谁的rotite ID最高 或者说谁的优先级最高 谁就是DR 所以说会等待40秒 等待所有的路由器都启动 如果说40秒之后 如果说40秒之后再上来一个更加优先的 那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 已经选出来了 所以说在2位下面会进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进行DR和BDR的选举 OK 接下来选举完成之后进入准启动状态 Xstart 在准启动状态下面会进行一个主从关系的协商 由谁这个主从关系是干什么的 就是规定由谁去主持我后面的LSDB的同步 协商一个主从关系 由谁来去负责这样 由谁来去主持这个同步 协商是由二类数据包负责的 Database Description 就是我们刚才数据包里面的第二种 Database Description 由它来进行协商 规定Route ID最大的是主 Route ID小的是从 那么在我们这个网络里面的话 D B这台路由器它的Route ID大 所以说A A先发一个这个DBD说 我想开始启动 开始交换数据 因为我的Route ID是172.16.5.1 B说不行 我的Route ID比你高 所以说我是主 OK 那么在这里头的话 B路由器就变为了主路由器 A路由器就变为了从路由器 主从关系协商完成之后会进入准交换状态 在这个状态开始就开始同步 两个路由器之间的LSDB了 我说路由器之间必须要同步LSDB了 交换路由交换连路状态信息 但是 OSPF在这里的话 它并不是直接就开始向外发信息了 因为这样子流量会很大 它会先去发送一个链路状态数据库的摘要信息 通过什么呢 DBD DBD叫做Database Description 叫做数据库描述报文 就代表着它并不是数据库的完整信息 而是摘要信息 汇总信息 这里面只是一个列表 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你会发现是由主路由器开始的 是由主路由器开始的 先各自交换一个列表 就好像一个目录一样 我有什么我先给你列个表 你有什么你也给我列个表 咱先别把东西都拉过来 可能你有我已经有了 可能我已经有了 所以说先交换一个列表 看各自都有哪些 这个过程是准交换过程 如果发现 注意这里啊 就需要相互ACK确认了 就要相互发送ACK确认了 那么如果发现有没有的 比如说A A发现B有一个关于172.16.6.0的路由信息 我没有 LSA信息 LSA信息 我没有 那么接下来会进入加载状态 在加载状态里面的话 A就会向B请求这个LSA信息 这个LSA信息我没有 通过什么呢 第三种数据包 链路状态请求 Link State Require 我通过这个数据包来请求 A 你的这个172.16.6.0的 链路状态信息 我没有 你给我吧 B收到了以后 就会通过第四种数据包 链路状态更新 来返回完整的LSA 之后A给一个确认 那么同步完成之后 进入Full状态 Full状态就是最终的状态 注意在这里头 所有的数据包里面 只有LSU里面 有完整的LSA信息 在DBD里面 之前我们说的DBD里面 只是LSA信息的汇总 摘要 只是摘要 那么真正的LSU信息 是通过LSU来发送的 是通过LSU来发送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 整个的同步过程 从两个数据 两个路由器 相互建立连接关系 再到整个数据的交换 再到整个LSA的同步 最后进入Full状态 进入Full状态以后 就是最终的状态 就是最终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同步完成了 好 所以说你会发现 整个OSPFD的过程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这里大家要反复的去听 才能够听得懂 几乎我没有见过一次听懂的 OK 好 那么讲完了过程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零碎的小知识了 OSPF的度量值 我们讲了 Rip是使用跳数作为度量 EI GRP是使用符合度量值 OSPF使用什么 OSPF使用一个叫做Cost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带宽 但是他同样不直接使用带宽 而是要进行一个处理 OSPF有一个参考带宽 是100兆 100兆等于什么呢 10的8次方 1兆等于10的6次方 100兆就等于10的8次方 他会用10的8次方 除以你真实的带宽 最终的值作为我的 度量值 作为我的度量值 也就是说实际是受带宽影响的 实际是受带宽影响的 但是会有一个默认的参考带宽 是100兆 OK 好 那么这里是OSPF的 这个所使用的度量标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链路状态型协议的优点 第一个收敛速度比较快 但是相比EI GRP的话 还是慢一点 第二个更强的路由环路防止机制 因为路由器知道全网的拓扑信息 并且链路状态数据包 是顺序的和可靠的传输的 所以说它的环路防止机制更强 但是在这里的话 OSPF也没有说它能够百分之百 至少文档上没有这样标注 能够百分之百放换 EI GRP是明确的告诉你了 第三个通过合理的网络设计的话 可以最优化路由器资源使用 但是助力一定是要合理的网络设计 如果说你设计不合理的话 甚至还不如你去用别的差一点的路由相对协议呢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OSPF的特点就是 这个协议很复杂 需要严格的网络设计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 它是一个公有协议 所以说为什么在国内 大家都是使用OSPF的 就是因为它并不是私有的 我用思科的设备可以 我用华为的设备也可以 我用这个 比如说北电的设备也可以 我用Juniper的设备也可以 OK 那么使用链路弹弹性协议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 我需要去对我的资源进行一个评估 我到底要占用多大内存 占用多大CPU 这就直接影响到我的设备选行了 直接影响到我的设备选行了 第二个 需要严格的网络设计 我们之前有讲过设计原则 有讲过设计原则 第三个 当出现区域断裂时会出现严重问题 比如说 我这样的一个网络 这里是区域1 这里是区域0 如果说我这个链路断掉了的话 我区域1就被孤立在外头了 这个时候网络就会出现故障 这个时候网络就会出现故障 第四个 配置较为复杂 尤其在广域网当中的配置 非常的复杂 这个我们大家在学到NP的时候 就会见识到了 非常的恐怖 最后一个 排错比较复杂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手工的去分析 链路状态数据库 因为这个协议太复杂了 因为这个协议太复杂了 OK 那么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OSPF的理论知识部分 那么这一节课的话 我们给大家去讲解了 OSPF的原理 那么下节课 我们会开始给大家去 讲解OSPF的配置 好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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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